厉害了 习二的铁杆盟国盟友纷纷倒戈 习二国和习二真成了顾家寡人 四面楚歌 首先是习的普爹要出卖习二 这个普京最近语出惊人 说恶乌冲突是由不怀好意者挑起 以限制俄罗斯的发展 俄国的电视台也立即跟进 说俄罗斯真正的敌人只有中国 普京和电视台一唱一和 那么掀起俄乌战争的不怀好意者 不言自明就是习二近乎笨蛋平 这个俄乌战争是俄罗斯深陷泥潭 不仅捅了俄罗斯是纸老虎的这层窗户纸 大俄的国力也几尽完蛋 普二插星回头一看 这场受习二极力怂恿的战争 怎么算也不划算 大俄的青年男丁死伤大半 大俄的姑娘们成千上万 没人要的圣女眼下乌殷乌殷的都拥到了东北 哈尔滨 号称十万卢布 也就是相当于八千多人民币 就要找个中国人嫁了 墙内的三千多万光棍兄弟们 比越南的姑娘都划算 想逃老婆的赶紧去东北 去找如饥似渴的大俄的姑娘们 而这个普京这番说习不怀好意的言论 绝非是为了大俄姑娘 而是眼看在乌克兰占不到什么狗屁便宜 反手叫板黄鹅孝子 意思是说什么呢 说你奶奶的鞋儿 你穿大的老子打乌克兰 原来是想消耗俄罗斯的国力 这个你丫婷就是离全球地又近了一步 老子却搞得里外不是人 现在都到了这份上 你小子看看给老子什么补偿吧 这个席儿的普爹意思是什么呢 是老子的姑娘都先前到了东北 到了哈尔滨 你阿席儿干脆就把东北让给你额爹得了 文廷此言 席儿都蒙圈了 这个席儿做梦也没想到 他的百年大便便局 自己惹了一身骚 他额爹要反手来找中国的便宜 这个中俄有4200公里的国境线 这个几千年的历史都是敌对要打仗 怎么可能成为盟友呢 也只有席儿这个蠢蛋 才会搞出个百年之大便便局 到如今坐局不成 反害了自己 那么墙内的兄弟们啊 这就是你们墙内的low逼领袖 无独有偶 大额给席儿出幺额子 那么席儿的第三铁杆 巴基斯坦啊 这个八铁啊 也倒戈 允许美国啊 在巴基斯坦啊 驻军15年 各位15年 无偶有三 这个席儿的第一铁杆啊 邪恶的这个伊朗啊 60名这个外交官啊 集体发声 要求和中俄保持距离 不要轻视西方 这个被席儿视为啊 铁杆的什么大鹅啊 巴铁啊 白帽衣啊 纷纷反目 眼看席儿的红朝啊 强倒众人推啊 这边美国的拜老爷 又在六四给席儿两大霸 眼下啊 席儿又成了人人喊打的 这个过街老鼠 这个拜老爷啊 第一棒是重申啊 不排除啊 动用武力保卫台湾 那么拜老爷的第二棒 更是邪乎 点名啊 中国的经济 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而习的这个一带一路呢 令人讨厌 兄弟们 袍根啊 在上期节目啊 全球全网独家踢爆 中国啊 已经啊 衰出了全球第二的 这个经济体 沦为第五 这点事啊 连时常吃呆的 这个拜老爷都明细 这个席儿吹嘘的 全球第二大的 这个经济体啊 成了一个地球笑话 这个席儿的地球地啊 世界领袖的 这个春秋大梦啊 梦碎 在八九六四 三十五周年之际的 这个节骨眼上啊 彻底梦碎 碎了一地 你奶奶的 稀碎 现在啊 中共国的这个经济 有多么糟糕啊 最后的救命大草 这个电动车和跨境电商 双双凉凉 霸凉霸凉 这个电动车啊 老美要加征百分之一百的关税 而欧美呢 找有一个致命的一个条款 是什么呢 所有卖往欧洲的这个新能源汽车 这个电池电动车啊 报废之后 必须遣回中国 那么作为电池出口大国的这个中国啊 未来将是啊 堆满全世界 百分之七十 电池的这个垃圾 而这些电池垃圾呢 一千年也分解不了 也就是说呢 仅电池的这个垃圾啊 就要污染中国的土地 水源 一千年 这个毛腊的五八的这个大跃进呢 啊 是大链钢铁 把老百姓的这个锅碗瓢啊 都没收 炼出了堆积如山的这个废铁疙的 饿死了多少 九千六百万 各位 饿死将近一个亿 那么这个毛二 习二的这个大链电动车啊 炼出了什么 几千年不化的电池垃圾 啊 和跨境电池垃圾 这个跨境电商啊 更惨 这个卷卷卷 彻底卷死了这个制造业 有的电商称啊 卖二十万 这个利润是多少呢 七百八十块 哈 不到一千块钱 他的利润是多少呢 百分之零点四 也就是什么呀 也就是啊 你买一百块钱啊 挣四毛钱 全世界 全球 全地球 全宇宙 有这么低的这个利润吗 那么 美国 欧盟 对中国的铺天盖地的 什么 兔目啊 吸音啊 抖音啊 出海的小包裹啊 纷纷啊 举起了大棒 几千顿的这个货物啊 无法清关 打了水漂 那么各位啊 学位想一下 二零二十四的下半年 跨境电商啊 跨个屁 电商也停电啊 打水漂 没有订单呢 啊 电商 跨境电商 也将彻底完蛋 那么四面楚歌 铁杆倒戈 困兽油斗的 习二 接下来 会要出什么 幺蛾子呢 这两天啊 外网有一个叫 郑旭光的 接受什么 新唐人的这个采访 说习啊 可能在三中全会上 要进行 政治改革 怎么改 不知道 这位郑先生啊 根本就搞不清楚状况 赶紧回家 闭关五十年 再出来逼逼 眼下的中共国啊 不仅是国防部长啊 外交部长啊 火箭军司令啊 等等这个高层啊 无人生还 说完蛋就完蛋 那么全球瞩目啊 全网逼逼两年的这个三中全会啊 已经啊露出了席儿变本加厉 更加无比这个残酷 收割民纸民膏的这个端倪 要对百分之一百啊 百分之一千 百分之一万的这个私有经济 和私营业主啊 开厂的 什么开店的 开公司的 有一个算一个 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这个当年毛腊的这个公司合营啊 上海的私营业主啊 排队跳楼啊 被当时的市长陈毅称为啊 叫空中飞人啊 排队跳楼 而当年的这个私营业主 他有多少人呢 也有几万十万就了不得了 全国 而现在这个习二的二次公司合营啊 涉及到的有三亿开店的小业主啊 小老板啊 和上千万开工厂 开公司的这个私营业主啊 这个一句话 习二的这个三中全会啊 要对四亿人开斗 怎么开呢 兄弟们听好了 这两天啊 全国什么陕西啊 什么厦门啊 什么山东啊 山西啊 河北啊 几十个省市啊 纷纷成立了一个叫做警税合作中心的邪恶的部门 这个一句话 三中全会后啊 全国一盘棋 不但是警察和税务部门啊 联合上门收税 这么简单 这只是开胃菜 兄弟们 真正邪恶的是什么呀 警税联合啊 要对四亿大大小小的这个私营业主啊 倒查二十年 补税 才是重点 兄弟们 试问啊 全国所有这个开店的 开厂的 开公司的 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一千 百分之一万 不偷税漏税 有利润吗 不偷税漏税 在中共国卷卷卷 服服服 拜拜拜的环境中啊 能挣到钱吗 这下可好 这个私营业主啊 通通要倒查你二十年 这就是习二 在外交不得人心 地球地 梦碎之后的 狗急跳墙的这个大怪招 这也是啊 继三年这个放毒啊 封城 搞死五千万之后啊 要对四亿人 开刀 兄弟们 评论起来 未来三年 习二要逼死 家破人亡 多少人 五千万 一个亿 还是多少 评论起来 顶起来 我们下回见